大家好 今天我们去龙泉山看桃花 这一期视频我们分两个部分的介绍 一个就是介绍从成都到龙泉山看桃花的一个位置的交通攻略 另外一部分就是欣赏龙泉山桃花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交通攻略 现在到龙泉翼乘坐公共交通有三种方式 地铁、普通公交、快速公交 地铁以前给朋友们介绍了就是从成都乘坐二号线到龙泉的城区下 下了过后再在这边换乘到龙泉山桃花故里的公交车 这种方式是目前大多数人所选择的 那今天我们采取另外一种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乘坐过 那就是快速公交 快速公交是K6 K6也是目前成都市公交车里面的速度最快的公交车 可以刷成都市的公交卡的次速卡或者是电子钱包 如果刷次速卡相当于一元就能到龙泉翼的城区 从双桥子南站上车 在龙都南路易都东路口站下 重点来了要注意 下了过后在那附近有一路870路 在那个北干道派出所站上车 这里建议一下 因为这两天去龙泉山看桃花的人很多 公交车非常的拥挤 建议朋友们直接到龙泉翼的客运中心里面去乘坐那个870路 龙泉翼客运中心 它距离我刚才介绍的龙都南路易都东路口站也不远 不行大概也就是七八分钟左右就到了 在站里面坐相对不是那么拥挤 我现在到达这里就是龙泉翼的客运中心 在这个位置乘坐870路 现在我们看一看 这边是不是排队的人很多 都是去看桃花的 870路平常没有这么火 只有近一段时间 桃花才这么火爆 这路车它是一元每人 可以刷成都公交卡的电子钱包 车都满了 现在下面还排的一路那么多人 里面人挨人很挤的 沿途公交站这边也是排着队乘坐870路 所以最好还是朋友们到汽车站里面去乘坐 这一路过去全都是乘坐870路 人太多了 车也坐满了 公交车在这几个站台都没有停靠 幸好今天没有乘坐地铁过来 如果乘坐地铁过来 在这边也乘不上870路公交了 一往山上走 沿途到处都是桃花 由于来看桃花的人太多了 我们就不到桃花库里面去 我们直接到山泉镇后面的山上 那山上全是桃花 人也少 花还漂亮 现在我就来到了山泉镇上 我准备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巷子 我们从这个巷子上到山泉镇背后面的山上 应该就是最旁边这个巷子了 这个巷子 对我们就从这里上去 我个人感觉比在下面看桃花还要舒服一些 上面这一片全是桃树 现在我走的这一段 目前只有我一个人 很舒服的 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 粉红的这一片过去 全是桃花 这个桃花实在太漂亮了 桃树不高 树干比较粗 山泉小镇的街道 被这里的桃花所包围 现在我就上来了 这个桃花实在太美了 整片山上全都是桃花 粉红色的 太美了 看一下朋友们 我们这会就从这个地方走过去 待会上了山顶 这边的山顶 对面这些山上除了那种树木以外全都是桃花 据刚才车上的人讲 在山泉原来老吉的那个方向那边过去 那个桃花的规模更是吓人 待会我们也到那边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就要走桃花的下面 实在是太美了 感觉很好 哇 这一片我们看一下朋友们 是什么样的感觉 真的是太美了 微风吹来 有些桃花瓣 随风飘舞 今天的赏桃花之旅 就从这里开始 下面的树干仓劲有力 树干上挂买了桃花 美呀 这实在是太美了 哇 桃花丛中 现在我的位置就是在山泉镇后面的山上 这下面下去就是桃花故里 游客一般都会是在这下面 观赏桃花 今年这里的桃花节是18号 照这样算下去的话 18号的桃花节 这里的桃花都已经 大部分都会凋谢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 想到那个白居易长恋歌里面的两句 春风桃李 花开日 秋雨梧桐 夜落时 这里面就说了 桃花 李花 同一时节 增相开放 这个就是李子树 刚才我们还以为是桃花 实际上是李花 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 同一只树 我们来看一下 同一只树 同一可树 这个一半开的是粉红色的桃花 但这边又是那种 这边又是那种 雪白的 这两天到这里来的话 很晒人的 今天有一点阴天 再加上有一点小的阳光 看起来桃花 艳丽不刺眼 人走在这里也挺舒服的 不热 我们时常形容花开的繁盛 就形容一粗粗的花 这里真的是一粗粗的桃花 伴随着鸟叫声欣赏这里的桃花 实在感觉太好了 走在桃树下面 要低着桃 因为桃树的高度和人 基本上是齐高 粉红和黄色在这里交香灰映 太美了 山顶上还有一个亭子 那个亭子应该是这一块 最高的位置 这一片的桃花 规模颜色 真的是美啊 今天的时间是选对了的 人少 天气好 桃树的树干苍惊有力 唯美 浪漫 色彩 从这里沿着这一片过去 顺着桃花走下去 那里可以到大佛寺 在大佛寺那里有著名的 北周文王碑 那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有 这里过去也是曾经 成都到重庆 最早的老的成语古道 刚才我们走到下面 现在我们就沿着这边 往那一边 那边的桃花的规模 也是很惊人的 今天看这里的桃花 不需此行 或许是我来的时间比较早 现在这上面呢 人也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 这里的花香味挺复杂 很多花香融合在一起 很难辨别出是什么香味 粉花丛中突然看到一束白色的花 也挺有感觉的 从这里看花 那就是享受 一片过去 各种花色都能看到 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农家 那下面 每家每户 房屋四周 全是桃花 而且在这一片树林的 白树之下也是栽满桃树 这上面这座山 以前我也跟朋友们说过 这个地方叫张飞营 也就是当年三国时期 张飞驻扎营地的地方 屯滨驻营 就这个位置这上面 来这里看桃花不需要找地方 随处都是美景 随处都能满足你观赏桃花的欲望 因为这个规模太大了 我们看拍出来的视频的效果 就一片粉色 粉的一塌糊涂 分辨不出来 哪一种花的色彩了 这一片的色彩更美 都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形容 每一条路都可以穿行其中 龙泉山的桃花 在全国都是很知名的 有些朋友还专程牧民到这里来 看这里的桃花 这一片桃树的造型太美了 花也美 树干也漂亮 这一段我们就不走大路了 就走这桃树小路上 或者是桃树的下面 实在太美了 桃花就是妖艳 这一段的桃树 应该是不是老庄 像这一片的桃树 就是老庄桃树 哎呀 这个桃花的面积太大了 实在是太美了 一眼望过去 整片山上全是桃花 分辨不出来了 山铁都被桃花所霸占 这一片桃花的花型很美 它和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粉色的 又有一定的差距 偏红 现在太阳出来了 这个时候走在桃树的下面了 就有一些热了 幸好今天来得早一点 刚才在这里得到了这里果龙的 知识的普及 像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粉色的 它那种是枣桃 也就是大概就是6月份左右 就可以摘了 那粉色的大概是啤秋桃 枣桃 这一种颜色相对深一点的那种 这叫他们当地称的是碗桃 大概是7月份8月份 在相差 枣桃和碗桃相差 一个月的时间 哎呀 这一片片太美了 这个季节一定不要错过 朋友们 3月的风景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视频我们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